What can I do Time flashed by And I woke up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moon The sun don't rise All the light is gone from me and you Time flashed by And I woke up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moon 哈囉大家好我是有哥 I'm Yuger 這次場是排位場的凱撒路龍馬實戰解說 那我們這次場的龍馬在前幾天應該有出過打野版的 那我們今天就出一下凱撒路版的龍馬 因為最近很多人問佑哥說龍馬到底行不行 我只能說龍馬他其實我覺得很可以啦 他不管在前期中期後期都有他自己的用處 那我這邊一定要來講解一下 凱撒路龍馬的玩法會跟打野龍馬 會有所蠻大的不一樣 他的打法重點是打法 在出裝方面呢 因為我只有凱撒路沒有紅buff 所以一定要出所謂的冰袍 才有辦法完全的去緩住人家 那這邊成功的拿到一個首殺 那如果覺得我們影片還不錯的話 一定要幫我點一個大大的喜歡 並且一定要按讚訂閱打開這個小鈴鐺 那在明天也是大家最期待 假日禮拜六也會推出所謂的情侶系列 耶 大概早上就會發布影片了啦 那我們在出裝方面 一樣會搭配了所謂的狂暴手套 這邊注意一下 就在我快要把這個蘇花打死的時候 我戳下去居然這個蘇花是被這一隻 好不好這一隻 柏頓搶走了 我傻眼 我現在真的很生氣 我就整個不爽了 所以這邊戳了一下普攻 這邊先拉一下 那我這邊賭定的就是 柏頓他的技能CD非常長 所以跟他賭一波 結果他有隊友 GG 這邊看一下莫拉的野區被亂了一下 被對面薩尼直接推了出來 在玩龍馬的時候 他有幾個小秘訣啦 我個人就是會先用普攻緩速到了之後 然後再接二技能 再接大招 那這原因是 我的被動那個普攻 強化普攻 他的冷卻大概是5秒左右 所以我在打完一整套 打完大招之後 我的被動又可以再揮一次 所以就是在一個團戰跟接技當中 我可以使用兩次的被動強化普攻 去達到我的一個最大輸出 不然我先用二技能或一技能的話都不對 因為他的CD 點到後期都大概會有5到6秒 還是就是打完炎套 大概會卡一下子這樣 這邊一樣持續的濃 可是我們叫伯頓 跑去打架 因為伯頓他選擇伯頓 應該就是要團戰打得很猛 因為伯頓本身很硬 又有團控之類的 再搭上他們的輔助是薩尼這個猛 但是因為他們 他伯頓跑去中路支援 導致說他的下塔直接拚去 唉唷 這個圖倫馬上跑過來支援 不錯 這個圖倫我覺得他蠻會的 因為他在支援方面我覺得OK 這邊注意一下 這個圖倫加上伯頓想要弄我們 因為他們兵線來了 但是龍馬不是神優的燈 其實龍馬他現在在凱撒路算是T1角色 他不論是在清兵線還是在單挑能力 都有他一定強勢的程度 這邊跟圖倫互K一下 其實都沒有占到太大的便宜 這邊搶個林鳥 這邊因為我們狀態也不太好 所以我們只能發一個敵人消失 一直發敵人消失 就是跟隊友說伯頓跑去中路了這樣 這邊快轉一下 那凱撒路龍馬跟打野型的龍馬 我覺得他們最大的差異就在於說 玩打野的話 你就是要瘋狂的去支援隊友 瘋狂的去打架打團戰之類的 可是龍馬本身就是一個單體類型的角色 單體傷害 所以你說他要打團戰嗎? 其實打團戰他的傷害不會打得太好 反正是說像我們走凱撒路 我可以想去哪邊? 去蹲草?去抓人?去Gank? 都可以非常方便 這就是凱撒路優勢 那我剛剛有說不同點就是 凱撒路龍馬要想辦法去做更多事情 例如我們可以去對方的藍區去蹲人 或者是我們可以選擇拆塔 這些都是不錯的選擇 那這邊就蹲一下 然後看到奎倫在中路 所以我想說我們來拆塔一下 兵線進了 這兵線進了 我們頂多只能打幾下 那這個奎倫非常聰明 直接把兵線清掉 我們也沒有辦法繼續推塔 沒有辦法 所以這邊我們繼續回到 這邊蘇哈農一下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這一場吃蘇哈 就是有一種 對面伯頓超賽的 你自己看喔 剛好我快打死的時候 伯頓又口衝出來 暈我控我 我直接傻眼又搶走了 他有一個大招直接把我買到土裡 我真的很傻眼 我已經兩次都被他搶走 他到底有什麼魅力還是魔力阿 還是因為他綠成這樣所以 我也不知道 就是他剛好都是在他殘血的時候 剛好過來看到 剛好走過來 就真的是運氣很好 這邊中路支援一下 黃凱撒如果還是要稍微支援阿 就是該做事的時候 該做是什麼 例如抓人 然後推塔 這些都是必要的 這邊看到奎倫 玩龍馬的話 因為我們會出半藍類型 我們又出狂暴手套 狂暴手套好用的點就是 他有物防 然後殘血時又有一個護盾 又可以吸血 然後又有輸出能力 這邊加一個瞬移 抓掉對方圖倫 就可以稍微的OK 這邊看到奎倫在閃 唉唷奎倫會喔 我們被買到圖裡面了 剩下我們的莫拉 哇 莫拉原點放很近 莫拉死了 完蛋 這邊先收掉一隻伯盾 再一個錯 成功的拿到雙殺 漂亮 那這個中塔的話 唉唷薩尼來了 算 因為薩尼會把兵線推出去阿 所以我就不管了啦 趕快把下塔的兵線推一推 你看我們這樣下路直接兵線直接推掉 非常的棒 現在 最外塔跟二塔 拆掉之後 我們隊員所獲的經濟都是 好像基礎都是40塊吧 就是很少錢阿 但是塔拆掉了就是爽阿 看到莫拉在上路 我就不客氣囉 看來莫拉已經是放棄下路的感覺 這邊一個被動普攻 再一個普攻 先拆掉這個防禦塔 讓隊友比較好去跑線阿 這邊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奎倫 但是我看到他了 他在草裡面搓 一技能普攻 再接個大招 他直接死去 不要問我為什麼看得到 你們往前5秒或是10秒 你們注意看小地圖 就會知道我在看到什麼東西 那真的就是 閃0.1秒那一瞬間被我發現了 我覺得這個就在於說 你對小地圖的觀察能力 這些都是可以訓練的啦 真的是無時無刻要去看著小地圖 完全要看著就對了 那這邊王者之劍出來了 下一劍我們要出冰袍 這邊往上移動 那這邊我有一個失誤就是 這邊沒戳到 如果這邊剛剛有戳到圖倫的話 圖倫會直接被我接死 這邊有點小小可惜喔 但是沒關係 冰線剛好進 這就是我要做的事 拆塔 我這一生我到底拆了多少塔 下面 下路拆了兩座 中路 外塔拆了一座 然後上路又拆了一座 我已經拆了四座 就在我在換裝的時候 被奎倫殺了 真是齁 在復活之後 看一下上路 上路很兇欸 差 唉唷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我的二技能超痛 因為有出王者之劍 超痛 這伯頓想幹什麼東西 還給我往前衝 你當你是什麼衝衝衝喔 想關了沒有 普攻 緩速 一技能接大招 漂亮 這就是我要的 那卡芬妮那邊呢 是拿到雙殺 這邊一樣 帶一個兵線 那對方是誰 薩尼喔 好 薩尼好 其實對面那個陣容 如果他們打得很團結 他們團戰可以打到很強 因為他們兩個主坦 可以吸收很多傷害 真的 這邊一樣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是 防禦塔 一樣兵線進了 先打防禦塔 先拆掉 我已經拆了五座塔了 這場我們就是 完全是拆塔小王子 這邊想要去支援一下藍 但是被伯頓撞了一下 不知道為什麼這個伯頓的大招 都很想要買我 感覺他的大招都是 專門為我而設計的 就是一直想要把我往地上買 是有多怕我啊 其實龍馬這個角色就是這樣 他不管在前中後期 我覺得都有他強勢的點 就看你會不會玩 這邊突然看到奎倫 往後拉一下 那我就是蹲草看情況啦 我就是看對方會不會開 這個凱撒 因為我們隊友都在中上半部 那這時候注意看一下小地圖 對面也往伯龍那邊靠了 所以這邊是沒有人的 這個下路完全沒有人 那兵線進了直接拆塔 奎倫跑回來了 打招普攻 哇他沒有死差那一點點的嗎 薩尼跑了回來 因為他們那邊少人嘛 他們有兩隻跑回來支援 所以他們那邊絕對是 會被我的隊友多打掃的 這邊交一個瞬移 喔差一點點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分推流啦 就是看到情況 我覺得還是要看情況去分推 像那邊就是引對面兩個人回來 那隊友那邊就可以多打掃 就可以拿到更大的優勢 這邊我復活戰甲出來了 所以我可能會打的比較兇一點點 哇莫拉跑去下路 上路兵線進了 一樣先普攻一下 這個高地防禦塔 哇隊友兩個被關 我還被圖倫大打到 說完蛋了 卡芬妮寶寶 卡芬妮就槍死了 不是吧 你看那兩隻坦真的是很 真的是很煩 你看我們打他完全不會痛 但是龍馬本身就不是要去打坦的 我們打那些軟皮角圖倫啊 那些超痛 開打吸個血 那一樣看凱撒 然後來吃我們 這個陰影很重欸 我怕這個 伯頓又跑來 好險他在中路 我終於吃到這個蘇哈了 這邊我看到的是 葛倫在上 葛倫在上 所以我們可以 我就想要嘗試的往裡面 蹲一下 沒想到 四個人在這裡 嚇死我了 我直接變大隻被關了 完蛋 這個伯頓第一次大招關得這麼好 慘了 我們有復活戰甲 佩克拉欸 又死了 死掉咧 看一下莫拉 我覺得這個莫拉 她的原點都放得 呃 呃 很棒 太棒了 那好險是 我下塔高地我拆掉啊 就是有給他們一種壓力的感覺 這邊莫拉不知道跑不跑掉 還沒機會啊 沒機會 對我說放 直接放生的意思 這邊在我們復活之後 看一下我們克里希寶寶 哇你慘了 你慘了 奎倫 這邊他開了大招 交出一個碎 用大招插死他 他站起來了 普攻 這就是我們要的 我覺得龍馬他真的 對那些軟皮角齁 還是有辦法一套直接帶走 就看說你要怎麼去玩他 還有王者之劍一定要出 上路兵線進 對方只剩一隻圖倫 OK還有中路一起進 一起play喔 對方三路全破 這邊先拉掉啦 對方快要復活了 吃個凱撒 吃個凱撒 吃掉 然後現在很多職業聯賽 他們都會選擇把龍 拉到主堡那邊拆放 這個意思就是要讓 兵可以強化的時間久一點點 你看我們的中路 這三隻小兵 基本上是薩尼了吧 比薩尼還胖更大隻 薩尼從後面想要幫我們往前推 那這個伯頓大招又關了 他們一直在跑 往前大招 我很痛啊 我們的藍 藍寶寶直接被抓掉 這邊注意一下 這個普攻 二技能 我只要普攻加二技能 那一個亥犽就直接死去啊 所以龍馬他真的在後期 還是有 蠻大的輸出能力 跟秒殺能力 所以他基本上在凱撒路 我覺得他真的蠻強的 我比較害怕 龍馬他比較害怕的是 夜叉 後期的夜叉 關到龍馬 我覺得我打不贏夜叉 一套皆不死夜叉 那這場就是 凱撒路龍馬的 排位場實戰解說 如果覺得還不錯的話 可以幫影片點個大大的喜歡 一定要點大力一點 點到螢幕破掉 我不會陪你 我們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